政府声音真实传递焦点话题全文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中国新华电视香港台为您带来的港府传真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港府近期的政策动态 造价82亿港币的岐德邮轮码头已于6月12日正式启用 海洋水手号成为第一艘停泊在岐德码头的邮轮 并为香港带来了3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早前由于黑雨天气造成码头大楼雨水渗漏 对于这一情况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 在对码头启用做最后检查时做出了回应 一个黑色的暴雨的警号 就在部分我们大楼的地方是有一些滲漏的情况出现的 但我很高兴告诉大家 这个修复的工程已经大致完成了 我想指出的一点就是正如其他基础建设的项目一样 最初我们这个大楼的业务 是需要时间去渐渗成熟的 也是因为这么庞大的一个项目 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逐渐去发展完善之后 才能够将这方面的业务成熟稳定的发展 2013年中国内地高考于上周结束 912万考生走进考场接受这场10年寒窗的检阅试 近年来香港中西合璧的高等教育文化 吸引着大批内地优秀学子前来就读 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至今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 2012年香港12所高校在内地招收本科生人数达到了1700人 较2011年有了近两成的增长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副秘书长 李美长女士请他为您解读2013年招生政策细节 并回顾香港高校内地招生10年来的发展变化 那首先欢迎李美长副秘书长来接受我们港府陈真的访问 那我们知道从2003年香港高校可以到内地进行自主招生 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入了第10个年头了 您能不能首先帮我们回忆一下过去10年招生情况的一个变化趋势 以及近年来向学生来的省份 学生的专业这样一些基本的情况呢 我们很高兴接受访问 其实香港是希望做一个区域的教育参与 希望在全球特别在内地里面都招揽一些精英来香港读书 其实是10年前开始的规模是较小的 最初学生主要是透过奖学金来香港 也都是很少两学生来到 但除了近年来说有几方面的变化 第一就是现在院校可以自主招生 以及我们是从过去有几个地方 现在已经增加到31个地方可以招生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人数方面都很大幅的增长 过去五年我们在本科生方面 以及研究生方面大幅的增长 现时大概有9000个由内地来的学生 是接受教育 其实有自知的院校还更加多 另外有8600个的学生来香港 我先说回他们的来自不同的地方 刚才我说31个地方的省市都可以来香港读书 同时我们看到特别在沿海的几个地方 比如广东省、北京、浙江和福建这几个地方 占了大概四成左右的学生 而另外在学科的分布方面 我们都知道因为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 所以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学生 都会选择一些和金融、管理、工商管理方面有关的 另外在科技和理科方面都各占三分之一 我们看到都会占出多元化的 我们看到从数量方面 人数去大幅增长 刚才说我们在教育资助院校里面 9000个其实已经翻了几番的 这个数目 而在来源方面都是更加多元化 在选科方面也有很多多元化 所以过去10年里面 我们看到是越来越精彩的 那在香港学校到内地去招生的这个过程当中 教育局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因为教育局就在政策方面很大的推动 其实是任何招生工作都需要和外地有关的当局 有很多的协商 原本就是当年前 只是可以透过奖学金 小量人数去来收生 但是随着我们和教育局多方的初商 就也可以院校在里面自主招生 亦都是透过教育部的初商 可以将那个地域增加 以至本地院校在招生里面的规模更加大更加广 除此之外 我们在政策方面很大的推动 首先就是我们在政策里面 特别是2008年的时候 我推动一男子的措施 希望就是吸引更多优秀的非本地生 包括内地生来香港 首先就是我们注资了10亿港元 是设立一个掌学基金 这种掌学基金就是给每一个非本地生 每一个人大概港币8万元 可以来香港去就读 希望大概都可以和他的学费 是可以尽量都可以补贴得到 除此之外我们在那个政策方面 包括就是我们在这个入境政策 还有他进入香港的时候 在在学期间可以做兼职工作 在暑期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些实习工作 也都可以在这个毕业之后 留港12个月 以至可以慢慢去找工 找尋自己的路向 甚至可以再去升学 从这些政策看到的结果是相当理想的 因为我们吸引到更多的学生 觉得可以以香港为一个首选的升学基地 所以我们看到人数方面都是大幅增长的 各个高校也都公布了自己2013年的一个招生计划 您认为今年跟过往九年有什么不同 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大学 他们更加希望将招生的规模扩大 特别是面向不同的省市地区 以中文大学为例 以前就是很多的内地生 主要是来自沿海的城市 和香港邻近的一些省市 但中文大学或者有些院校 都希望更加开拓一些的去到不同的地方 例如包括内蒙古 或者很多更加偏远的西部地区 我们很希望在生源方面更加多元化 除了学生数量之外 我们希望更加多元化 除此方面也有另一个变化 就是其实很多院校 就是我们将充分利用我们这个学生 非本地生的规模的扩大 将它从10%增加到20%的规模 尽量充分利用 大学是青年人汲取知识的殿堂 大学时光更是塑造人格的黄金时代 内地学子竹梦相将 摆在他们面前的既有广阔的机遇 也有不可避免的挑战 香港高校征选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校方在为内地学子在港学习 生活和工作提供着怎样的帮助 本期节目我们也邀请到了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帆昌教授 请他以科大为例 介绍香港高校的魅力 并诉说对内地学子的期待 好 陈小长您好 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港府传承的访问 那么内地和香港的高校这种高招 现在已经慢慢地已经开展了 我们知道2013年香港科技大学计划录取人数 就是在内地是150名本科生 那么您能不能在这讲一下 香港科技大学它招生的一个标准和一个原则 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当然最终的目的 就是想收到最好的学生 但最好的学生是怎样决定呢 我们的决定不仅是考试成绩的 当然比如内地学生 我们当然要看高考的成绩 这个是一个标准 但是我们亦都要面试的 我们通常申请的时候 我们会看你的成绩 可能就篩了一批 但是最后来我们都有 比如去年7000人左右申请 我们有面试1000人左右 在那里才选到100 去年好像收集了180个人 我们面试的时候想看什么呢 就是看你个人的分析的能力 独立的思考 对国际的认识 对事物的看法 一个灵不灵活 那我们知道内地的大学 和香港的大学 对于学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期待也是不一样的 而就有一些媒体报道说 很多内地来的学生 在香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被动的情况 那就您所知 这种情况是否属实 如果属实这十年间 有没有什么改善 然后香港科技大学 它作为大学而言 有没有对于内地学生 到了香港之后 在学术 学生 以及教学的交流上 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的印象 我不觉得都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 其实中国大陆来的学生 多数都在我们科大 读得很好 名列前茂 当然个别的 肯定是有些例子的 就是个别 说回这两个制度都不同 而且文化 虽然大家都是中国文化 都有一些不同 我不否认是可能又可能 有些学生 因为来到是有些适应的时期 这个很自然的 我觉得 但是我看到的学生 在内地来的学生 比如你去听一些人演讲 我们这些外国出名的学生 而法文的那些 很多都是最主动的 就是内地来的学生 不是香港来的学生 所以我的印象 是反方面的 第二个问题 你问我就是 我们学校有没有一些计划 做一些东西 让内地学生来适应 或者跟我们本港的学生 可不可以打成一片 这方面 我们当然是有的 最后所知 我们来的时候 就是学生进来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做 营生计划 可以叫做orientation 那方面 我们有一些语言的班 比如广东话的班 就是这方面 可以学一下 我们有些叫做peer mentor 蓬佩 我叫做蓬佩的mentor计划 就是 你不是只是内地学生 你国际学生来到 我们来找一个本地的学生 就是叫他帮忙 让他介绍一下香港 情况 我们科大的情况 这方面 所以我们都很多 这方面的计划 那来到之后 也都希望他有一些沟通 我们希望 我们学校给他一个好的环境 最重要是什么 让他发掘他自己的天才 很多年轻人 十几岁到二十几岁 那时候 是最黄金的时代 就是 又成年了 但是又不是 这个大学离开家 认识很多朋友 认识有些教授 看到我们学校 很多外面来的学者 很多这方面 很多冲击 这个是他整个人 成长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我觉得 这个最重要 我觉得 可以发现自己是想做什么 自己有什么天才 而且这个在学校里面 给一个环境 可以 发展他这个天才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他这些学生 来到我们这儿 就算我们本地学生也好 外地学生也好 尽量利用我们这个科技大学 提供这个环境 譬如什么 譬如 你来到这儿 不要只在那儿上课 只想 抄书 然后考试 考得好成绩 这个当然重要 但是如果只做这些 我觉得 你就错失了这个机会 另外就是 我们很多的学生 我们的学生是全世界不同来的 就算是 都是中国内地来的 也都不同省份 不同背景 家庭的背景都不同 所以应该懂这些 这些人 将来就是你 全世人 将来就是整个事业 人生里面 最重要的朋友之一 这个网络 我现在 也有五十一年纪 我现在很多 我和我接触的人 你找回以前的朔源 都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 我觉得大学 不只是我们科大 我认识全部都是 在大学里面 你最自由 你自己控制自己的时候 很多不同方面的机会给你 所以我给这个 这个中谷就是要 尽量利用我们大学 这个是黄金时代 我觉得这个是 好 感谢您今天接受港府传真的访问 谢谢 感谢收看本期港府传真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新浪微博用户请关注 港府传真 海外观众可以透过YouTube Facebook订阅CNC TV HK进行收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